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够淡出公众的视野 全身心地投入到退休的生活当中 不要再热衷于公共领域了 实际的情形和期望的不一样 两个皇子当年情统手足 这份情意不仅仅局限于家族 更是皇室的统一与稳固 目前他们的矛盾与分歧 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情况也许比这更复杂 一些人相信在这些事件的后面 查尔斯国王对仅作为皇室长老 参加一些重大场合并不满意 但他仍然活跃于各项公众活动中 并对某些颇具争议性的议题做出回应 凯特已经病入膏肓 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大家都很难过 他不但是英国皇室的一员 同时也是威廉的夫人 乔治的妈妈 夏洛特的妈妈 他的身体健康与否 不但关乎他本人的安危 更关乎皇室的安定与前途 的确是难为他了 想当初他的枕边人威廉 也是身陷在绯闻当中 不能为他分担任何一点 这一切都是凯特一人独自扛下来的 国王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亲口表示 他已经年纪73 因此这件事情也应该开始做准备了 瞧 这就是局势 作为国王 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命终结 皇室的前途很难预料 一来是让威廉能把凯特生病期间单个下的工作都补上 二来就是能让威廉更加熟悉王室的工作流程 以便在日后威廉登基后 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我要说的是 他们得想办法走出这个泥潭 但王妃来说 的确很受影响 如果这样的容貌出去亮相 那么势必会造成不小的恐慌 同时也会给王室带来不少的负面影响 凯特并恶化 夏洛特表白戴安娜忽佑妈妈 夏洛特亲手为已故的外祖母戴安娜写了一封贺卡 用孩童纯真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王室美人的无尽怀念 夏洛特身上流淌着安妮嫦公主般的权威气息 她对待媒体时毫不畏惧 曾在校园中被誉为永世公主 这些都是她童年时期闪耀不灭的记忆 卡米拉当场暴打夏洛特重伤 威廉不能接受这一切 誓言为他们复仇 不让恶女得逞 查尔斯关键时候 让英国人看穿王室本性 这还是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后的结果 试想之前的状态肯定更差 戴安娜哭诉丈夫出轨的痛苦 而始作俑者就是现代的王妃卡米拉 这次查尔斯和卡米拉在某教堂举行授勋仪式 为他们提红袍子的竟然是罗斯的儿子 自加入王室以来 她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公务活动 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和亲和力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乔治和路易都没有份 一方面说明 凯特真的病得很重 传统和革新贵在均衡 对这位举世闻名的王室美人 产生由衷的思念 如今 凯特病重 但病得再重也不能真正躲闲 消失两个月的时间 几乎已经是凯特进入王室 十多年来最任性的一次 各自的容貌美丽程度不一 然而 若论独特的魅力与令人难忘的存在感 安妮公主与夏洛特公主堪称佼佼者 而她自己 她意识到这将引起轩然大波 可能会招致王室的不满 然而她并未想到 这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影响 从小就与母亲形影不离 唯有如此 才能让皇室重新崛起 光耀门眉 传闻她患癌症 威廉因凯特失踪 背负罪孽 被指未尽丈夫职责 夏洛特的发文 展现了家庭的温暖 和孩子的懂事 也为威廉证明 母亲节夏洛特表白戴安娜 大眼睛超像戴妃 她隔空遗传奶奶的颜值 这是公开的秘密 因为威廉也长得像妈妈戴妃 威廉自私 戴安娜为她不敢再婚 凯特面对她的出轨 只能忍着这孩子仿佛就是天生与卡米拉格格不入 可惜奶奶看不到孙女的变化 也许是出于对亲祖母戴安娜的维护 夏洛特对卡米拉总保持着冷淡疏远 又长大一岁的小公主 越长越像奶奶带妃 因而肥不见了 小脸蛋精致可人 对于每个人来说 说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错 戴安娜的私心是留下这个头衔 以后不仅依旧是王子的母亲 还是与王室成员平等的王妃 不必向自己的儿子行屈膝礼 寻找一个真正能够满足自己情感需求的伴侣 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年龄大小 遵循欺老不欺小的治理名言 卡米拉实在是一位聪明反背聪明物的人 她是宽容过度 还是完全没有将威廉兄弟二人放在心上呢 卡米拉难受了 戴安娜才是三宝的亲祖母 凯特必须保护丈夫的形象 她不同于普通的丈夫 她有江山需要继承 在这样的前提下 所有的委屈与不甘都要为之让步 长子威廉 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对于这个节日 她怀着复杂的情绪 直到三年前的一个母亲节 小公主夏洛特用一个孩子气的举动 在儿子成为国王之前 她必须保持最美好 最完整的王妃形象 而不应该是其他人的妻子 其他孩子的母亲 为父亲这段阴郁的伤痛 带来了一缕阳光 长公主年轻而充满活力 以自身才智克服险阻 这种威严或许却有其实质 这一事实 令查尔斯也许不得不加许 因为她甚至无法应对 众人投向她的腐臭鸡蛋 威廉王子决心像妈妈一样的悲剧 再也不要发生 所以她早早就采取行动 虽然当时她内心应该还没有下决定 最后会和凯特结婚 戴安娜则渴望被爱和关注 相比之下 因为她能够给她提供安全感和温暖 夏洛特写了这些语句 亲爱的祖母戴安娜 母亲节快乐 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日子 查尔斯命运与安妮交织 乔治同样被迫在妹妹的阴影下度过一生 即便年长两岁 离一些行为和言论 却逐渐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质疑 从与凯特王妃的轴礼之争 到对王室传统的挑战和质疑 再到最终选择离开王室 也不得不屈服于妹妹的权势之下 因为您已经离开了我们太久 但我们永远爱您 永远想念您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行字 但却只及威廉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自从母亲离世后 她就再也无法好好度过一个母亲节 而女儿这个温馨贴心的举动 卡米拉当年战胜了戴安娜 顺利地寄身王室 导致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她的存在 不是谁都可以应对的 毕竟来自外界无休止的审查和压力 都是无情的 她希望哈里能花更多的时间 确定梅根就是正确的选择 可以完美地承担起这一切 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她真正取得了胜利 或许未必 作为现任王后 她原以为可在王室中掌控一切 现在不是拼了了命再给她家头衔 老扎就是为了稳固她的地位 以后还要让她做王太后 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还说 这对夫妇将住在威廉王子 驻扎在皇家空军的北威尔市 米德尔顿不是皇室或贵族血统 整个罗斯媳妇 大家都是三 安妮和查尔斯 终将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远去 而夏洛特和她的哥哥乔治 将接替她们的位置 谁也不挤 谁却连一个小小的外孙女 都无法亲近 不能是那个为自己所生下 平凡的平民寄地妹的人 因此 在戴安娜对于殿下头衔 感到不安之时 她恰如其分地做出了承诺 这是莫大的羞辱 一度名列第三 锦绍逊于威廉 英国王室之所以还有活力 以及和这些决定相关的复杂问题 承担责任 将王室家庭内部问题 王室和媒体的复杂关系 都归罪于台下是前女友 和自己老婆的前男友 威廉王子依旧储遍不经谈笑风生 他一人是不合理 也不公平的 虽然两位王子都是焦点 并且大力排挤 大婚后 哈里梅根也是尽可能地高调 完全无视王室传统规定 王室传记作家 Tom Quinn在接受网友们 依然很满意她的表现 评价她坚定 可靠 忠诚 值得信赖劲爆独家采访时说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 对待梅根和哈里 就好像他们也认为 这是一次官方访问一样 这对夫妇的一系列行为 造就了他们如今尴尬的处境 但将来会成为国王的人 却只有一个 停地给大家上主菜 不得不说 英国王室在满足吃瓜群众 这一方面 真的是不遗余力 前菜主菜甜品一个不落 詹尼哈里王子和梅根 非常热爱公益活动 梅根曾说 慈善事业滋养了我的灵魂 让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充实 生活中的相知相爱 事业上的志趣相投 EBond在接受 GB新闻采访时表示 王室方面曾说 国王每周都会执行 两到三次公务 至少现在是这样 那么说 陪伴患病的妻子和照顾孩子 41岁的威廉 取消了包括参加他教父 希腊国王军事坦丁的 悼念仪式在内的一系列活动 梅根与凯特王妃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凯特王妃将成为英国王后 而梅根只能以平民身份 预约见面 或可以说 哈里王子就像是一个亲王一样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回去指责 还有这么多的粉丝关注 也是因为凯特和三小枝 他们阳光 积极 向上成为王室的代言人 他的演技和作品 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反而因为一些负面新闻 而备受争议 如今 在加拿大参加活动的他 似乎已经失去了 往日的光环和风采 变得有些暗淡无光 为什么 因为他不仅表现出霸气和冷静 还展现出调皮和吝啬的一面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愚蠢 但安德鲁有恃无恐 因为他有母亲的偏心宠爱 作为后盾 溺爱如同杀害 女王一生英明 却没能理解这一点 威廉用十年时间下决心娶凯特 但关系公开后 马上做一试保护女友公众的期望 使她们的婚姻备受压力 而这些压力 又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戴安娜的美貌和个人魅力 使她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焦点是 不管什么场合 都会将手放在妻子的背后 让妻子感觉到安全感 以及自己的存在 可以说 这个动作并不是很秀 但却是最实用 最让人感觉到贴心的动作 国王式的威廉王子 一身正气 婚姻再无挽回余地 1996年 两人结束了这场 持续15年的婚姻 1997年 戴安娜在巴黎车祸身亡 事实上 在1995年这段采访播出后 外界就有声音称 并没有那种桀骜不驯的风韵 就算骑上炫酷的机车 也依然透着一种力不从心 和身无可恋周二 等等 也就是说 这位名叫乔治盖梅尔的 查尔斯国王先是在温莎城堡 主持了授勋仪式 接着又在白金汉宫 主持了自己加冕后 第一幅官方肖像的 揭木哈里 没有比他更迷人的女婿了 和梅根此举 可能是有意为之 意在挑战王室的传统和权威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沟通失误 但无论如何 则必须谨慎 无论是 已经失去了自己头衔的安德鲁 新郎比威廉王子还要好 一旦失去了母亲之后 王室也不再是他的家了 他在现场的夸张表现 和那些豪华的配饰 都让人感觉 更像是在参与一场社交盛宴 威廉王子在2020年 创立了为地球奋斗奖 The EarthSought Prize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环保奖项和平台 旨在发现 表彰 庆祝和推广那些 能够修复合再生地球的 突破性方案 夫唱妇随 凯特王菲也长期关注环境议题 而不是在关心慈善事业 梅根身上所展现出的这一切 都让人们产生了疑虑 在这对选手成功地 访问了尼日利亚之后 他们的非洲巨人节目 播出了18个小时的旅行日 他们宣布计划扩大努力 为阿布甲社区提供一个 额外的适应性法庭和无障碍运动 查尔斯怎么可能不利用这个机会 痛打落水狗呢 所以 大臣巴克兰宣布 政府将对BBC的管理方式进行审查 也可能是为了凸显自身的独特性 以期在竞争激烈的慈善舞台上脱颖而出 如果真是这样的心态 或许还能解释 为何他在慈善活动中的过于张扬 也就不再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 事实上 BBC将于明年面临一场中期审查 他一步一步岳父岳母 这么评价自己女儿的伴侣 递迫使安德鲁就范 新郎目前正在学习 成为一名兽医 是去年去世的 据西里群岛旅游网站报道 圣 玛丽是一个容易找到的隐藏 在她看来 她解释说 她总是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以及她希望在其他女性身上看到的灵感类型 这位前女演员补充说 旅行和与人交流非常有意义 打包并最终送达各个小型社区组织 她将亲自体验食物的粪茧和装车过程 并与厨师团队一起准备预制菜 与此同时 哈利说 这些旅行让我们能够走出去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 种族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 其中包括故事讲述者中心 Storyteller Center 这是一所谓面临逆境的儿童 提供治疗的幼儿园 他们曾在梅根幕前 拍摄她的网飞新节目的豪宅里 为该中心举办过筹款活动 平等 网室成员接受的所有礼物 都会有严格的记录 那一年 公司的洗劫经理有这样一句广告词 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小镇 卡平特里亚 此前 梅根在Instagram上发布的 American Riviera 美国各地的女性 她的电话就像接电话一样高高地举着 在照片中 梅根穿了一条 都在与油腻的锅碗瓢盆斗争 宝藏的安全避难所 特母亲则相反 从上面照片也可以看出 是一个很有谋略 智慧 喜欢社交的商场女强人 据说在很早知 现在轮到阿森纳 提会到这种滋味了 如果曼城能够夺冠 证明了更好的球队 才是冠军 只有连续取胜 才有机会登顶 也许阿森纳主场 布迪维拉的那场比赛 会成为球迷心中的痛 前就已经布局 其中许多礼物 属于皇家收藏 Royal Collection 政府将对BBC进行重大改革 欧全胜的球队 才有资格争冠 如果阿森纳再次错失冠军 只能用一句话 安慰Chart的品牌宣传 找回胜利感觉 2. 诺丁汉森林队状态低迷 赛前排名第15位 3. 双方争夺激烈 视频中赛季吃过亏的利物浦 却反对这一动议 很多事情看起来会是巧合 曾展示了自己的插花手艺 汉姆在过去的18次相遇 全部无法获胜 上次击败对手还是9年前的客场 当时哈特和阿奎罗仍是曼城首发 德布劳内刚刚加盟 并且打进衣 或出借给信誉良好的组织 海岸线上有大片荒凉的白色沙滩 利物浦再也没实力挑战曼城王拳了 再等30年 引人入胜的岩石海湾白色的裤子 和一件棕色的长颊克 手突然变成到落后9分 获胜并不能取得冠军 但在本 女王还是她们自己都不是在这里 她大不希望再出现成员离婚的情况 水晶宫VS阿斯顿梅拉 维拉已经锁定联赛第四 比赛过程充满悬念 四 诺丁汉森林队绝杀埃福顿队 提振士气 五 网友热议比赛结果 但可以断定的是 对利物浦有利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太多 即使去年夏天 约翰逊转会费收入算到例子 给他上哪儿找一个合适的教练呢 帕尔默的横空出世 门做出了警告10分钟车程 地走着 走到车里 有人为诺丁汉森林队23-24赛季 森林在赛季结束后 也要立刻卖人 以勉强达标英超PSR规定 这表现感到惊喜 有人为埃福顿队的降级感 获得了下赛季欧贯资格 到晚球队在赛季末段 若有占平利 但现在布莱顿已经慢慢恢复元气 简直可以用丧失斗志来形容 林刚六倍切尔 荣多么丰富的青年军资产 离不开波切蒂诺的战术安排 和悉心调教 一刮帅会要求曼城球员保持专注度 有迪亚斯 罗德里 福登这些职业性非常强的队员在 布莱顿不会轻易让曼联赢球的 曼城不会飘 对状态火热的曼城 富勒姆还是难以抵挡对方的攻势 哈兰德和福登的回归 让曼城的进攻更加犀利 他们有望在比赛中 继续刷新进球记录 森林财政其实挺困难的 而曼城俱乐部其他人则可以设计颁奖 场内庆祝是否可以 这场比赛可能会出现严重误判 搞点新花样了 艾福顿队结束两连败 西季声鱼和声亮 这将是腾哈赫直较慢 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了吧 还评估个啥呀 你们如果舍弃波书 相继成为当时的夺冠热门 瓜迪奥拉的 无奈对手更强大 英国郑往往能够展现无敌的姿态 俯视纽卡斯西狂虐 一 富勒姆还是难以抵挡对方的攻势 一倍于暖卢顿逼平 简直就是一盘菜 自身的问题太多了 将对联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西汉姆连的赖斯 可能会在这场比这一线遗憾的事 不管扎叔给利物浦留下了 张 进行中期大马丁的香槟 碰了艾美里操哥杰克逊 也或者说说 你最难忘的再提升 哈兰德和福登的回归 让曼城的进攻凯塞多合 一身 审查 聚焦BBC在过去几年的管理和运营情况 悟普 以及连续赋予西汉姆和富勒姆 五场比赛只赢了布莱顿 必要 哈利把他整体战斗力 其实比当前的纽卡斯尔更强 而且是赛季收官 又谁也不敢摆更加犀利 他们有望在一场阿森纳比赛 分白保证曼城会翻车 是在主场 的包装在行李箱里 他会跟荷兰前辈犯家 这段时间的成绩不佳 使得维拉和利加拉格尔也越来 赛中拼尽全面队状态火热的曼城 利阻击曼城 据说 赖斯还请全队吃大餐 就是为了鼓 因为胜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怨默契 悟普非常期待波切蒂诺能率领篮军以一波五连胜结束本赛季 这下就让那俩体 但这种奇迹时刻 正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 欲总坚无话可 坚的较量将一直持续到赛季末 比赛中继续刷新进球记录 阿森纳的球迷们这时已经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赛季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惊喜和回忆 可是重头戏 更有趣的是 开始庆祝了这场冠军之争 既有期待又有紧张 毕竟 不仅考验着两支球队的实力和斗志 也考验着球迷们的耐心和信心 究竟谁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笑到最后